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我2006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父亲出意外去世了 然后呢,这么多年我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 以前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方法 现在呢,想借助老师的领牌 想为我的父亲解决一些问题 哦,我感觉天险地转了 好像头啊,仰着天,看着天 看着天的时候呢,那个天上 好像在天险地转啊 好像天险地转 他已经好像天险地转不知道方位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 你爸爸肯定有那个,至少那个时候 发现那个天险地转啊 天险地转,他就头看着天 但是呢,好像在他的那个前方啊 好像一棵大树的样子 是有棵大树的样子啊 现在我看到 但是呢,但是呢,因为他仰着看着天的时候 他感觉天险地转啊 那么,感觉天险地转的时候 那个,他已经看不清楚 不知道那个树在哪里了啊 他感觉是这样转啊 天险地转啊 天险地转就是说 比如说原来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在这个位置上啊 感觉树在这里 后来感觉天险地转的时候 你无论了往哪里转的话 眼前肚子树啊 那么你一见的话 他根本不知道往哪里避让了嘛 哎 他就是 就相当于你转到哪里眼前肚子树 哎 然后呢,实际是同一刻啊 不是说眼睛看到别的树 还是哪棵树 因为我分解的动作就看得见了嘛 就知道了嘛 就是一棵很高大的一棵树啊 当然因为看到那个天险地转啊 天险地转的时候 天险地转的时候 那个 转的时候啊 他感觉天险地转的时候 那树是跟着他转的 还是那棵树啊 跟着他转 不是转过来 我看到另外一棵树 也不是看到另外一棵树 还是那棵树 嗯 哎 这样的话就是 他就根本搞不清方位在哪里了 哎 根本搞不清方位在哪里了 哎 你说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哎 你说 哎 你说 应该来说最关键的时刻 应该是最清醒的时候 对 最关键的时候 应该是最清醒的时候 哎 现在在这个结果眼上 怎么会这样呢 对 在这个结果眼上 这么关键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晕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个 看到一部电影 叫林海雪原 在林海雪原里边 这里林海雪原里边 有个人物啊 穿着那个黄金装的 这个人物 这个林海雪原那个人物 也不知道那个 叫邵剑波 我还是叫 另外一个人 后来 有一次我林海当中 出现了的 跑到台湾的一架 那个金融飞机上的 后来追击的 这两个当中 这两个呢 我一直没分清楚啊 反正也就是说 原来我们看 一场的 哎 对 看电影的是个 一个共产党的 一个正面人物 嗯 哎 他呢 现在出场了 我看到 在 应该这个地儿呢 叫叫林海雪原 林 苏林的林 林海雪原 也就是说 林海雪原就是跑到苏林里边 尤其在雪上的话 时间长了以后会雪盲 雪盲的时刻就 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好像那个 那个时刻 你爸爸突然就发生了 那个 搞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刻 突然搞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刻 啊 好像这件事情 从那个电影 或者看了电影 或者看了那个小说 或者看了这本书 反正叫林海雪原 从看了林海雪原有关 哎 这件事情从看了林海雪原有关 好像那个 因为我刚才 刚才说的时刻 运的时刻 突然就跳出来 那个 那个人啊 那个人穿的那个 比较夸张的啊 在电影当中 那个年代 文革的时刻 电影比较夸张 穿了厚厚的金章 然后厚厚的帽子 看起来很神奇的样子 背后还披那个白色的披风 因为那个 地上是白 是那个雪啊 地上是雪 然后又是白色的披风 蹦一下子 那个人从 蹦 从树林里跳出来的时刻 你爸爸一下子就 也就发生了 类似血盲 类似血盲啊 你爸爸 类似发生血盲 发生 血盲的时候 爸 他就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方位了 人家说 他不知道 必然 因为同你 知道场景 和我现在看到场景 合起来的话 你 你听人家讲的 说你爸爸不知道 必然也不知道 被人家谋杀 还什么之类的 但我看到的就是 看了那个 假定 假历史 直接假历史引起的 假历史这个人物当中 他 那个人物 如果 如果长时间 在血弟弟 那么长时间 在血弟弟 那个年代 叫为革命工作 那个人物 定义当中 人物 如果这么长 真的有这么长时间 当然是定义当中 很多内容是假的 如果真的有那么长时间 在血弟弟 在为革命工作的话 那一定会发生血盲 OK 血盲 但是很不幸的呢 你爸爸可能 当生了把这件事 就是把这个人物 你爸爸可能 把这个人物 看他的英雄 或者他心目当中 一个 一个英雄人物 所以呢 这个心血就 掉到你爸爸身上了 把血盲的身上 就拉过来了 拉过来以后呢 血盲的身上 拉过来以后呢 最后引出来 那个天旋地转 的这个血盲 其中有一个正常 会天旋地转 因为那个血盲 一个白漫漫一瓶 你他脑疼 脑袋里想要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反而把那个原来的 那个真正的场景就搞混了 嗯嗯 对 哎呀 你说这句话 你说我听得很震惊 我听得很震惊 你说这一幕 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这一幕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哎我说的这一幕 就是那个英雄人物 所谓的英雄人物 跳出来这一幕 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血盲的那个 哎对血盲 哎这样的话 你正在我们在说的时刻 你说这一幕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这一幕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哎对 你都说几句呢 好像那个分离开了 这一幕 这一幕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哎 这一幕不应该出现在 你的眼睛里边 哎 哎 你说 你说 英雄人物或者楷模啊 有的是 英雄人物 还有楷模 有的是 有的是 真的意思说很多 而不是只是这个人 首先 要冲淡掉他 你说英雄人物 或者楷模啊 多的是 嗯 英雄人物 楷模多的是 或者 或者楷模 加一个 或者两字 英雄人物 或者楷模多的是 嗯 英雄人物 或者楷模 多的是 对 对 首先 就把它冲淡掉 不要把这个人物 一直作为一个 英雄人物 英雄人物或者楷模 多的是 嗯 嗯 说起来的是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是你爸爸上一辈 特别喜欢 那个人物 哦 OK 嗯 林海雪原里边的 嗯 特别喜欢这个人物 哦 他们 他们看了电影以后 当真了啊 他觉得这个人长得又 又 又帅啊 电影当中的 那个 在高大上 哄痛以后 嗯 总觉得 好像欠到 你爸爸的脑袋里边了啊 所以这是欠到你爸爸的 上辈的人的脑袋里边 然后呢 也 嗯 这个星期呢 又给到你爸爸这边了啊 嗯 嗯 也就像欠到脑袋里边似的啊 欠到脑袋里边似的啊 嗯 然后你说啊 你要说一句话啊 你说这样的英雄人物啊 同你打工啊 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英雄人物 同你打工 没有一点关系 对 哦 你稍等一下啊 你说英雄人物啊 嗯 同你打工 一点关系都没有 英雄人物 同你打工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让跟你说啊 对你来说 打工的话 掌握一些技能技巧 才对你有用的 对你打工来说 掌握一些技能技巧 一定有用的 嗯 然后你把你那个 你希望你爸爸 能做 掌握的技能技巧 或者你爸爸希望 要的技能技巧 你这边讲一下子啊 好 嗯 你看我大学毕业了 然后呢 嗯 你就可以去继续 学学英语啊 你不是想出国看看 学好英语吗 然后呢 我们可以学电脑啊 还有现在手机也很好用 很多功能跟电脑差不多 然后我们还可以 学开车啊 可以开个小车 在我们城里边 逛来逛去 不用开那么大的大车了 嗯 但是呢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出现了那个 身体要跟那边的经键 嗯 那个经键后面 那个相当于在航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经键的后半部分 从推着水在走啊 嗯 好像那个 我就看到那个经键 看着经键 看着经键 嗯 看着经键 嗯 嗯 看到经键 您稍等一下啊 看到经键 嗯 看到那个经键 嗯 嗯 哦 我觉得现在看到那个经键 经键的那个后半部分啊 就是像那船的往前走的时刻 我们从船半后看那个水推出来的啊 那个 哎 哎 哎 你现在说啊 就相当于我看到什么场景 跟着场景就行了 你说哎哟 你说这个经键的力量很大 哎哟 这个军舰的力量很大 嗯 这个军舰的力量很大 这个力量不是一般的 呃 能量了 这个不是一般的能量了 因为那个经键 这个经键 实际上我说的 我们所说的经键是航空母舰啊 实际上说的是航空母舰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 呃 场景呢 我们眼睛看到的不是航空母舰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从航空母舰 或者沟空看下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船 船尾部啊 推出来的水啊 哎 那么因为我看的时候 它会自动也会显示那个 到底什么东西吗 是个航空母舰 哎 哎 是个航空母舰 也 好像你包括对的那个航空母舰 还是很感兴趣的 航空母舰 哎 哎 所以他那个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看到那个航空母舰 推出来的水啊 哎 在马口退啊 排量很大啊 你说我看到了航空母舰 我看到了航空母舰 哎 你说我看到了航空母舰的力量 我看到了航空母舰的力量 哎 这个实际上 呃 前面不是那个 林凯雪院里面那个 英雄人物嘛 后来去关到要学的技能技巧的时候 突然这个时刻 我就看到了那个航空母舰的 推出来的水的力量 那个力量很大啊 好像你爸爸 原来是被那个林凯雪院里面的英雄人物给 拉住了啊 好像是啊 当然这应该是上一辈的人 人的事啊 当然那对你爸爸来说呢 好像那航空母舰对他来说 还是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啊 因为那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排量很大嘛 哎 既然有吸引力的话 你就对他说啊 你就对他说 哎 你说航空母舰的话 他的功率不是一般的大 航空母舰啊 他的功率不是一般的大 哎 好像你你爸爸干活的事 干工作的事 有有种愿望 叫天窗将往 帮别人天窗将往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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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好人一个 哎 对 他就希望把自己的能力 嗯 充分地发挥出来 或者把人家的 呃 或者有外来的 有能力 有外来帮助的力量的话 他要使出来 去帮助别人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他有种强烈的愿望呢 要把那个能量供出来 就是现在看到航空母舰 推出来水啊 我们原来不是叫水的排量 排量能排多少量 才能推得到 要水推得到 嘛 他有种很强烈的愿望 能够自己获得 寄大能量以后 再把这个大能量 再供给别人去 贡献出来 哎 贡献出来 首先要到 自己拿到这个能量 然后贡献出来 哎 这个就 这个就从昨天 我说按照的 外星能量供应系统的时候 我说地流量特别大 对应上了嘛 使劲到处给能量 哎 对 他要把能量 特别好 特别好 要给到别人 那给到别人的话 一定要自己 有这个能量了嘛 嗯 嗯 然后 哎 哎 哎 也就是说 慢慢慢慢 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你爸爸的愿望 之类的 知道了 嗯 嗯 哎 你现在从你爸爸说 爸爸 我昨天给你 安装了外星能量供应系统 嗯 爸爸 我昨天 嗯 请老师帮你安装了 外星能量供应系统 哎 这个能量 你想 希望得到多少 它就供给你多少 这个能量啊 你想要 得到多少 它就能供给你多少 哎 所以说 我昨天那个 我说 一系上去 就感觉 地理有很大嘛 原来 它的愿望当中 它有很大的能量 来服务这个社会 相当于啊 哎 是的 就是这样 嗯 嗯 它的那个愿望 实际上就是 如果 气息分析的话 它的愿望相当于 要 航空母舰 这个力量 它能够发出 航空母舰 这样的力量来 嗯 那么又发出 这样航空母舰的力量 又发出 这个能量呢 肯定要自己 先有这个能量吧 嗯 除了你实际上 你安装的时候 帮它完成了 这个愿望了 哎 帮它完成了 这个愿望 你继续告诉他 哎 你说我昨天 已经给你安装了 外星能量供应系统 嗯 我昨天已经 给你安装了 外星能量供应系统 哎 你说 这个 这个系统是 智能的 这个系统是智能的 哎 你想要多少 哎 就有多少 你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哎 听到这句话 它就安装了吧 哎 听到这句话 它安装了啊 安装以后 它就感觉 躺在那个 静静的甲板上 好像看到天空啊 哎 但不旋转了 原来不是 看到树的时候 这个一看的时候 第一幕就是天线地转吧 对 哎 如果没有出力的话 它有可能在 在船上也是那个 天线地转的 看着天空吧 很多人会上船的时候 无意当地会阴传的 但是刚才我说的 能量要多少又多少 它满足了 它的愿望 以后 它就安装 就躺在 躺在 躺在天空上了 闻闷当当的 就是没有说 那个弦断的感觉 嗯 它的愿望 愿望实现了 愿望实现了啊 愿望实现以后呢 你再引导几家啊 你再引导几家 你说 现在 你说 现在你的能量强了 嗯 爸爸 你现在的能量强了 而且这个能量 是来自于外星 而且这个能量呢 是来自于外星球的 哎 然后呢 你对你爸爸说 你现在想看 想看多远 就可以看多远 你现在想看多远 就可以看多远 哎 原来的情况之下 如果的话 它就 也就可能是 什么 那个 北斗七星呢 对它来说就是 它认为的 业绩能看到 最远的地方了 啊 现在你 已经 已经 连贯到 你想看多远 哎 就看多远 嗯 现在你想看多远 就可以就看多远 哎 然后你告诉他 你已经获得了外星能量了啊 你已经获得外星能量了 而且你从外星人也沟通上了啊 嗯 而且你已经从外星人也能沟通上了啊 哎 然后你后面你有什么愿望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外星人去沟通 嗯 你还有什么愿望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从外星人沟通 哎 然后呢 哎 然后呢 你说 我 现在 要做的事情 哎 就是把这个外星能量供应系统给到你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外星能量供应系统给到你 哎 我为什么那个 在这一幕当中 同人家说的不一样的 你特别强调呢 因为他要要大的能量嘛 哎 我们暗战的时候已经满足他了啊 而且高他这个 而且这个能量是来来自于外星人的 那么来自于外星人以后呢 而且流量特别大 流量特别大 外星人也会特别注意到他 嗯 再加上一个 你一个他 他躺在甲板上望着看的时候 已经看到外宇宙了 而不是说原来只能看到我们这个地球附近的 呃比较近的北斗七星 实际上北斗七星也是到看着很远的地方去了 现在看着更远了 呃 看着更远的话 也就是说你的作用是相互的 意念也是相互的 那么你爸爸能够看到外 外星球的话 呃 也对应的 被看得到东西 也从他连接起来了 啊 互相起作用了 互相起作用呢 就是说 后面 相当于我们在这样相互说明的时候呢 你爸爸想了想做什么 呃 或者想要去哪里 相当于就会他自己了 嗯 知道了 哎 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把他接通了 人家的外衣都接通了 那么接下来他自己定了 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呃 完了以后就不管是了 现在你现在不用你下决定了 他自己能做了 嗯 哎他随时可以下这个决定 哎 能力和帮手帮他做 哎对 也就是有这个人以后呢 后面有他自己定了 他想去哪里随时都可以了啊 哦 啊 随时都可以了 那么就用不到你 哎 说我想把他送到哪里去 因为 因为那个时刻呢 我们认为他是个弱者 那么就是我们想把他送更高的呃 呃 愿望给他 现在把能力交给他了 那么能力交给他就是这样的 就让他自己来下决定了 说明他有更大的愿望 更大的想法 嗯 哎 能量也有了 从背心就是因为看到更远去 想从背心也也也联贯上了 啊 后面 哎 叫给他了啊 嗯 啊 所以爸爸有更更强大的愿望了 你就去发挥吧 哎 对 发挥发挥你的你的作用吧 你的光和热 想供应供应给全世界所有的人 想供应给全宇宙都可以 哎 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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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现在你说的都是很小的了 因为他的他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了 刚才你能够描述的了 他相当于放眼宇宙了 好 放眼宇宙 想做什么就放马去做吧 哎 对 放眼宇宙以后 他把那些以前的扑扑妈妈的那个那种小事实力 你不放在心上了 嗯 哇 OK 啊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你一定就放心了吧 把你 把这么多年的牵挂当中也解放出来了 啊 嗯 我们还受到弱体的一些限制啊 你爸爸已经不受弱体的限制啊 再加上这么大能量给到的话 啊 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种 怎么讲呢 我到目前为止当中见到的就是能够自动时间运完自动操控的 而当中最强的那个了现在变的 以前我们都是我们定好的让他请外星人帮忙送到哪里去 嗯 现在他自己能控制 叫对方 啊 或者从对方向上连上了嘛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啊 能量很足 嗯 再加上一个弱体能量 去哪里去哪里 哎 再加上一个因为原来我们讲的吧 你想投胎去哪里或者想到哪里 这个我们都说都是能量水平很低的人了 嗯 你爸爸已经完全超过了这个层次了啊 再加上一个昨天就发现那个能量供应很大 对他来说能量也做出友谊 嗯 途径也做出友谊啊 你说现在不用我操心了啊 嗯 现在不用我操心了 嗯 有能量了 嗯 也就是有能量有方法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话 你现在就是说 你爸爸的事情 你你你完全可以放下了啊 好 啊 完全可以放下了 也就是说你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了 他他的能力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了啊 嗯 剩下的交给他自己了 哎 对对就足够了 对 有完全能量帮他 嗯 对 昨天我就开心了能量非常 那个电力非常大 那么他想做的事情都能做了 已经有足够能量的话 再加上本能 昨天一做一个崇拜心连上了啊 所以呢你 你想做的事情他都能实现啊 而且呢 现在的情况 已经做就好了 嗯 对 都放下了啊 嗯 嗯 现在我现在就没法再描述了为什么我们说了多小时 实际上你爸爸就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讲述的范围了 他能量就远远超过了 嗯 他要是投胎在一个好的 嗯 不投胎了 大官的家庭就好 嗯 不才投胎 不不不不不不你又缩小了 你又缩小了 说的事情就变小了 他不是投胎了 就到外宇宙去了 嗯 不用投胎了 对对对对 到外宇宙就不用投胎了 而且到外宇宙到底去哪里 是你爸爸自己 因为你想象的地方比你爸爸想象的要小 因为我们还有露体的限制嘛 知道了知道了 他可能比我们更远 对 所以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嘛 现在我们描述的是 越描述越小了 就是我将当于 你爸爸你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个 范围了 而我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是 反而讲了一个小范围 那是小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不用多讲了 因为我们讲的多小事情 就没办法达到那个境界了 好 好 那就这样了 带着喜悦 人家如是众不带着喜悦 后面的话 好像你这种情况就可以放下了 不然的话总是一种 谢谢老师 对带着喜悦我很开心 好 那就这样了 我先把你有话要说吧 就是我摄像机现在开着 有什么要说的吧 OK 谢谢老师 我清楚了 那我先把它关机了 把摄像机关